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PV是宝石节的专家呢 还好我也是一直在学习 对对宝石节这种历史上经典的东西 然后从最早到现在来到 公主家真是必须的 这是我可以说是我的本职工作 当然也是我自己的兴趣了 因为我是真的是非常喜欢 我们宝石节品牌和我们的历史 所以我做这个工作 比如说是乐在其中 因为我一直觉得 特别是一个人 可以把自己的爱好和自己的工作 我也觉得很幸运 那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呀好 我们回去从头开始吧 好的 宝石节对吧 是以我们造宝车起家的 但是宝石节一直以来 造宝车的目的 永远是把它拿去比赛 所以我们如果不看这一边的展车 我们最早的宝石节的356 它就是为了后面去参加比赛的 那现在因为现在356呢 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更加偏生活方式 或者说更加时尚的车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精量化的 暂停厂房车 而且它比普通的356的正式的那种 叫做Cabro的厂房 更加的让我们低矮 之后呢 让人家发展 到现在50多年 我们能够成为宝石节的 可以说标杆跑车 其实大脚了 所有宝石节的设计品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条圈 为什么可以说 它放到现在 只是可能体系大了一点 但是它的基本的设计 都没有任何变航的 花眼的大灯 下饭的鸡蛋 也可以做成这样 然后这些个孙宾刘贝的造型 当然我们嘉宁的这一排呢 是叫做 他的特质形式是 分居这样一个防滚架 超质的防滚架 当时为了 跑车上路的安全性 这样一个很特质的防滚架 也是 我认为我自己也是最喜欢的 往时间911的一个特质形式 那接下来呢 就是来到了 所以说不能增压时代了 是吧 911 Turbo 70年代我们第一次 研发了涡轮增压动作 这东西我们我们的车 也有到 这个街车上面 这台车 获得了保持绝赛号 可以看到这台车 它的 它现在非常的宽箱 宽了很多 而且 非常地巨大 已经可以收到 到11次赛车的 这些都是为了 就是 突出它一个巨大的 后腹的一个扭矩 动力 以及增加它后腹的下压力 对吧 当然这个巨大尾 下面藏的是 不能加发动机的一个中冷器 所以也是 从这些一天以来 就是说 设计不语于功能 是吧 永远是功能提前 然后再提供它实现 某一些设计因权 那么这边就是我们设计不语 功能的极致了 设计不语于功能 恭喜我们所有的获胜的选手 请大家赶紧收拾一下 谢谢 成组的赛车 可以说 718 R4 Spider 它是保时捷 对版的一批 专门为了比赛而研发的 可以说是完完全诚的 成组赛车 它的前身是550 Spider 那么它的 可以说 一线上的货带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718包车 和718平板平均的 它们的理事都因为 718可以用来 双门双座的 然后双门双座的 718 每天现在载车呢 比如说很多的 一些比赛的冠军 比如说我们著名的 Taka Florio 和乐盲的一些 组织的冠军 也是可以说 教练家的引导车 小组胜名 或者说 荣誉加深的 这样一个小的超谱车 那后面呢 就是 三排 所以说都是 911为名 而且1911为 技术典马迪 赛车 那么这台 911卡雷达Rs2 对吧 它是 1973年 1974年的时候 保时捷刚刚把 911正式投入 纯粹赛车 才能投入到赛道 可以看到 它的车身 也是同样的宽体 同样的大位 其实跟刚刚我们看到 那台912Turbo很像 因为 它就是 就是沿用了很多 街车的一些 设计员 并且把它更加的赛车化 那后面呢 非常有意义的一台 叫做911 GT3 Hydrate 这台车 2010年就研发出来了 是全球全世界最早的一台 混合动力的赛车 它使用的是一个在副驾驶上装的一个 飞轮储能式的混动系统 对吧 也是跟车 很多用电梯都不一样 也是保时捷比较早期的一个 对于混动平台的这样一个尝试 那最终呢 就是我们这台 呃 现役的 可以说 在GT赛场的 顶级的 赛车 911 22 它数个2017年 研发出来 然后呢 在2019年进行了一次升级 眼前这台是4.0排量的 现在在我们乐芒啊 还有北美的IMSA 跑的是它2019年吧 4.2升的 仍然是自然吸气发动机 911 可以说 参加GT3系列的赛事的赛车 到现在 我一直都是坚持着自然吸气发动机 也是可以做保时捷 一直以来的 自信吧 我觉得 对 这是我们的标签 所以现在我们是到这个里面 就拍一下米其林 它的黑桌 那我们都知道 米其林是一个 很讲究这个 新闻方式 然后很讲究它的这个 调性的品牌 但是啊 真的 为了让轮 轮胎长得漂亮 然后他们用了很多的黑科技 这个事情还真的是 让我觉得值得一看 看一下 这个就是普通的米其林牌 它的侧面是这样的 我拍到Sport 你看 我们离远了之后 就 见见到 它不见不到的logo了 如果从这面 就完全是一片漆黑 对吧 然后我们看看 用了要黑科技的这个轮胎 离近了 你可以看啊 首先 就是它的明暗 是非常非常清楚 而且当你用手触摸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A呀 这里的融融的感觉 真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还有进士的这种画的 赛事的画的 你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是不是 合个的 但我们离远 离远 离远 再离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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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事情呢 其实是有很高的科技含墙在里面了 法国人啊 这是要是不做 所以要做就做到极致 那它其实是利用了这种 钻石光源反射的这个原理 就是它让轮胎的这个面啊 变得非常的尖锐 这样呢 当光打过来的时候 就会有很好 很好的一个反射的效果 那而且这个 为了让亮的地方突出 那暗的地方呢 就要更暗 那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总面 所以 这个其实是对生产轮胎的模具 有很高很高的要求 比头发丝还写的 每一个这个小的纹路 然后每一次流化之后呢 还需要用激光瓷瓷 据说啊 这个技术 现在只有在中国的沈阳工厂游 哇 也真的是中国制造棒棒的 虽然米其林是一个 很享受的反射的品牌 来 我们接着往这边来看 那这个是米其林的第二个 黑客戏今天展示的 我们可以看看 你有没有在我轮胎里边 贴一块海绵的 你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吗 哎 没错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空气是有体质 有重量的 尤其是当这个车路的地点 空的 然后车路高速转转的时候 空气会在里边晃啊晃啊晃 那这个里边的噪音 其实是这个噪音源很大的一部分 当然另外一部分 大家都知道了 是轮胎面外边来的 那所以米其林就想到 他们要去控制这个轮胎里边的噪音 那我们可以来看看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演示啊 这个静音轮胎 就相当于是这个样子 来看看 这普通轮胎是这样的 它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来再来啊 静音轮胎 普通轮胎 知道了吧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有用啊 这项技术 但是据说好像现在有一些路边 它也可以通过增加这种 车里的海面呢 就是利用同样的原理嘛 但是啊这个由于这个制造工艺 或者是说安装的手艺 活不到位 那有可能真的是跑啊 跑着跑着跑着 这里边的海面就松了 那其实它对 还不如没有 你知道它松了的时候 它会产生更大的噪音 来认识这个标志啊 静音技术 来这里有一个米其林的黑客戏啊 我们看这是静止轮胎 这个智能操控系统 什么叫智能操控系统 我们都知道这个赛车啊 它的开温对于这个赛车 在赛道上的表现非常的重要 那米其林呢 就在它的这个赛轮胎里边 安装了这么一个位置 然后这上面是一个传感器啊 这个传感器 它很方便安装和摘下来 那这个是传感器的接收器 那通过这两个东西呢 把轮胎温度实时的这些数据啊 都给可以传输到手机 那所以这个赛车手 它在车里边的时候 像这个那都可以实时来展客台湾 啊这样的话 真的是可以做到精确的嘲讽 太厉害了 问一下赛车手里边 嗯那个今天你在开出来这款 第一次赛车 我想问一下 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 嗯 第一次赛车 其实是一个就是对 我觉得对新手各方面 都非常友好的一台车 对 所以其实很多朋友们刚接触 接触赛车的话 可以选择这款车 是非常适合的 它是呃 比较容易上手 而且是开起来 会让你更有自信的一台车 对 我们也带去机场了 来 跟赛车说拜拜 拜拜